这一天狐狸猫在整理家里的旧相簿 发现小时候的它会对着一个洋娃娃布偶 喂奶啊换尿布 穿郁寒的衣服 麦麦在旁边说 它没有生命 你这样对它 它又不会长大 狐狸猫反驳它 妈妈小时候都是这样照顾小朋友的啊 那是因为 人类的小朋友有生命现象 是生物啊 这边我们就要来介绍 什么是生物 会表现出生命现象的物体是生物 不会表现生命现象的 就不是生物 生物可以同时有多种生命现象 但是不一定需要将所有的生命现象 完全表现出来 生命现象 举繁代谢 生长 生殖 感应 都是生物会表现出的共同特性 现在我们就一一来介绍 这四个生命现象吧 代谢 是指生物获得养分 合成身体所需要的物质 或是分解养分 以获得生物生存所需要的能量 像是人类 可以透过吃鸡蛋来获取蛋白质 植物吸收土壤里的水分和矿物质 并且用空气来行光合作用 来制造生长所需的养分 生长 是指生物吸收养分来发育成为成熟的个体 像是白头翁妈妈 养育雏鸟成为橙鸟 植物种子经由日晒与水分的吸收 来萌芽发展并且逐渐茁壮 生殖指的是生物会产生新的个体 来延续生命 像是母鸡下蛋生出小鸡 植物以开花结果时来繁衍下一代 感应是生物对环境刺激 所产生的相对应的反应 像是夜晚的飞蛾扑火 植物的相光性 人类会望眉止渴 这些都算是生物依据环境 所做出相对应的反应哦 狐狸猫想起来 小时候妈妈照顾小朋友的时候 包括喂食 清理排泄物 帮小baby翻身 怕它闷住 帮它们盖被子 怕它们感冒 这些都是照顾一个新生生物的时候 所需要注意的细节 因为生物生存在地球上 就会展现出对应的生命现象 而生物学家更依据 能表现生命现象 来区分生物 与非生物 像是老虎 杜鹃花 蓝绿菌 都是属于生物 而布偶 干燥花 化石 水 则是属于非生物 狐狸猫的羊娃娃为非生物 因为它不会展现出生命现象 狐狸猫养的宠物猫咪是生物 因为猫咪会表现出代谢与生长等等的行为 并且会依据环境的变化而有不一样的反应 接下来想邀请你想象一下 生活当中充斥着生物与非生物 请问下列哪一项是非生物呢? A. 细菌 B. 贝壳 C. 榕树 D. 小丑鱼 细菌 榕树 小丑鱼 会表现出像是代谢 生长 生殖 感应等等的生命现象 所以是生物 而贝壳不会表现出生命现象 所以它不是生物 狐狸猫想起来自然客种绿豆的时候 绿豆需要充足的阳光 空气 水分 才会萌芽长大 那地球上的生物 如果要生存的话 是不是会有一些必备的生存条件呢? 是的 生物生存需要一些必备的条件 科学家归类出啊 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 所需要的必要因子 是阳光 空气 养分 和水 地球上之所以能够出现生命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太阳 生命的形成 与水 有很大的关联 如果地球距离太阳太远 那么地球的表面温度会过低 会让水分啊 结成固态的冰块 反过来说 如果地球距离太阳太近 那地球表面的温度会过高 使水分变成气态的水蒸气 正因为地球与太阳的距离适当 才会有液态的水存在 液态水呢 才是有助于生命出现最适当的状态 而生命出现后 需要充足的空气与养分 才得以持续的成长与繁衍后代哦 地球上生物生存与活动的范围 我们称为生物圈 而生物圈是由生物和环境所组成的 生物大多喜欢生活在温暖潮湿的地方 但也有一些生物 可以在极端的环境里生存 生物圈的范围 是海平面垂直上下 各十公里的范围 地球的半径大约为6370公里 生物圈占地球半径的三百分之一 如果把地球想象成是一颗苹果 那生物圈的范围 就像是苹果的红色果皮 所以说生物圈只占地球很小的一部分哦 最后我们整理一下 在地球上 生物在地表生存与活动的范围 我们称为生物圈 生物圈内包含了生物与非生物 会表现出生命现象的是生物 生命现象 例如代谢 生长 生殖 感应 都算是哦 而生物会依据环境做出相对应的反应 地球上能供给生物生存的条件 基本上需要包含阳光 空气 水 养分 这些东西孕育着生命的发展与繁衍 阳光直接或间接提供地球上生物生存所需要的能量 空气提供生物呼吸所需要的氧气 也提供植物形光合作用所需要的二氧化碳 水分则维持生物体内的基础运作 而它也是生物的基本组成要素之一哦 养分为维持生命现象的必备物质 想想看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物品虽然表现出了很像生命现象的特征 却不会被称作用汽车使用汽车使用汽油就可以移动 那是感应的现象吗 汽车需要有动力来源才能移动 那如果你对汽车搔痒 它是不会有反应的 汽车是燃烧汽油来产生能量 这能量促使车子移动 所以汽车不是生物 橡皮擦一分为二是生殖的现象吗 橡皮擦本身无法产生代谢、生长 也不会因为被分为两块而有生理上的反应 所以橡皮擦不是生物 而一分为二也不算生殖行为 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种玩具 叫做水晶宝宝呢 水晶宝宝吸收水分之后 体积会变大 这算是生长吗 而且水晶宝宝会裂成很多碎块 这样算是生殖吗 水晶宝宝是生物还是非生物呢 如果你有答案 欢迎留言在影片下方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